好,我们主观大会,各部会的长官与贵宾,现场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非常欢迎,今天大家在这边,一同来参与我们107年,海外游家老公宣导会的活动,那活动一开始呢,我们要先邀请到我们主观大会,下一部青年主的张显宋,张主长,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请大家可以掌声欢迎。 谢谢。 啊,这个青年伙伴们,青年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海外青年伙伴地下导宫先导会,那今天这场先导会是很特别的,一场先导会,那我们结合了,除了我们外交部, 我们教育部之外,我们来,几个,我们几个,我们几个,我们几个,几个部会,啊,包括,我们这个,这个,交通部,啊, 要活动部啊,还有我们, wiede,化尔会,也几个,共伴地下导会,啊, 这本来已经大家一起联系, ekonomi 这今天大会联系,我们 chacun会联系,一会大会联系, 案件比较包括了我们汉千年计员,的婉性,我们俊男聊会, 我们几个男動員,共伴地下导后,啊,这就是合同公告校团区啊, 那民俊男体骼储阔会的部会喔,那也把我们相关的资源 chief集团在一起,啊, 希望能夠協助金融 能夠順利的營養廠營養 那我想度假打工這一個部分 大概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讓我們年輕的朋友 有機會到國外去 然後藉由這個度假體驗 然後能夠去體驗異國的文化 然後能夠拓展這個國際視野 那當然在這個 在國際的這個期間 也引起大家從事一些打工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有些在國際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不一樣 你說一點好一點 我想這一個部分 在最近幾年我們會交付這個 非常積極的對過程 跟對於國外的 國外地下產工的相關的國家 我們目前大概已經有13個國家 有接近這個地下產工的協議 有相關的對話規劃 那我們也有 像幾多幾多的心理 透過像這些 各樣的工程 會來 到國外去 去實現 這個 相關的對話規劃 這個 相關的對話規劃 這個 大概 只有我們會把 這個 這個體驗 那 當然 有另外 我們在國外地下 的朋友 會 非常多 所以大概 南嶺裡面有一些 這個 跟安局的 權力 有關的一些 各樣 大概 附入基金 產生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希望 暫度也進行 都會有心理 合力 那 實際上 到國外去 實際上 那是一個 很好 的一個 方式 也許會衝突 所以 一生 美好 合力 但是 這是在 這個 其中 雖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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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 蠻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 在國外 到國外去 這個體驗之後 他的安全性 就是 權益 為物 生涯 必須要 做得好 你 只有 有 很好的 這個 對於 你要去的 這個 國外的 了解 做好 準備 將來 才能 更美好 這些 回憶 這些 可以看到 那 今天 這個 這個 選擇會 當中 我們 大致上 除了 我們招起 到 我們 我們 其他 我們 可共八個部會 這個 還在 我們 會跟大家 就 就算列入 這個 相關的 會跟大家說 幾萬 我們 我們 也 有 到 澳洲 跟 這個 法師 來 跟大家 介紹一下 相關的 在 澳洲 或是 我們 相關的 一些 推進 一些 戰略 絕對 相關的 那 另外 我們也要請 有五位 曾經在 國外 陸下 打工 有很好的 經驗 跟各位 分享 那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非常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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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當然 我們 這個仙掌會 大概 除了我們 這一場 這一場是 首長之外 那我們還有另外 兩場的 同樣 這個仙掌會 會在下禮拜 裡面 會在高雄 那邊 南區的部分 那 下下禮拜 就是 31號 也是在 台北 是 北區的部分 我們會 同樣 幾段 總共幾段三場 他對你們說 如果沒有來 這個 沒有辦法來 現場 這邊 這個 交流 了解一下 那我們 在這三場 這個 宙掌會當中 都有辦法 我們這個 線上直播 這樣 這個 你們會透過 在 外交部的網站 在 下一部 新年 寫的網站 還有 他一部 新大名 這個 性網 這些網 都有提供 這樣的 線上直播 所以我想 希望大家 我們 如果 我們 期待 將 你們興趣到 國外去 一段 老公或是 體驗 體驗 都可以 做好 準備 大家都可以 告訴我們 快快 這個 蘇果祭 那也可以 一般 網站 那 最後還是 再次 感謝各位 參與 那 這一次 祝福大家 今天 可以趕快 歡迎 謝謝大家 好 非常的謝謝 我們的張主長 那陳陸主長 剛才提到的 我們在高雄 還可以跟他兩個場次 那希望所有 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再幫我們 多宣傳 那你接著 我們還要請到的是 外交部 中部發生處的 農民國聖長 上台給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 用最熱的講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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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注意事項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 啃求大家 要去看 因為它裡面有包含 出國前你的相關準備動作 還有你出國在外相關的注意事項 還有你在國外發生問題 發生狀況要如何解決 所以在裡面都有這個說明得很清楚 也有很多建議 因為呃 主案單位剛剛跟我講 雖然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都是我們主辦的 可是都有限制時間 所以我必須要講一些重點 常會把主管人家會 很快就會被趕下去 這個注意事項裡面就是 在出國前你要準備 就是收集當地的資訊 還有就是你要辦理相關的保險 那就我了解 呃 現場我們金管會非常感謝 呃 找來很多的保險公司幫我們提供資訊 那這個 醫療險的部分基本上都沒問題 可是醫療險的部分 聽說 好像只有一家有提供 那各位等一下可以這個餐廳去詢問看看 因為這個醫療險 我個人 從我收集到的資訊 我們看到的相關的案例 醫療險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人吃苦苦雜糧 尤其你在國外吃的雜糧 跟在國外吃的不太一樣 嘿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如果你有足夠的醫療險到國外去的話 對的話這樣非常好 那 在國外的期間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希望 各位親戚朋友出門在外 每天跟家裡聯絡一次 不管是用電話 不管是用LINE 不管是用Facebook 因為你只要一通電話 你卻不擔心 那 我們大家也會非常的放心 好 那這個 還有一些極難救助的相關事項 在我們的術力事項 還有我們的新鮮檢核表裡面 都有詳略的非常清楚 尤其是我們的外交部非常的貼心 對於青年在海外 遇到極難救助 你們知不知道還有一支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兩支都現在存在就 還沒有滿意 空班空虎 空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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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零八五 零九五 零八五 零九五 這個號碼一定要把它抄下來 零八零零 零八五 零九五 這個在國外外 碰到極難救助的時候非常好用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報告的 很多人 憑這一己之力 就有辦法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沒有跟家裡拿一毛錢 你說科長 好小 他的機票怎麼辦 他剛去的時速怎麼辦 因為 他利用了我們七年署提供的 七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 這個貸款的總金額最高給到十二萬 十二萬買個機票 跟你剛到國外去 短短的一兩個月的時速 應該都沒問題吧 然後走回國以後再慢慢還 每個月平均貸款本金是兩千多塊錢 兩千多塊錢 你們一定會問說 這麼豐康 每年是不是有限定名額 在這裡很高興的告訴大家 從去年開始我們已經擴大辦理的名額 所以就算在場的每一位去申請都沒有問題 他的申請的資格很簡單 中華民國國民 年紀在二十到三十歲 無不良師號 啊不是 無不良性用 然後你必須要有一位保證者 幫你保證做法 就可以帶到這個十二萬 然後他可以讓你在國外度假打工 遊學 都可以使用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那你一定會說 那要跟誰申請 不是跟我們青年署喔 不好意思 是跟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一定有人在舉台 只剩下一分鐘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 跟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聯繫 提供相關的申請表單 就可以獲得你出國在外的第一筒金 回國以後可以很輕鬆的攤盤這個貸盤 如果還有相關問題 麻煩上我們的IUS 或者是打我們的電話 我們會給你階層的解答跟服務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科長請謝謝解說 那請接下來我們邀請達老師 外交部公眾外交行長會的 李仙章李副市長 請大家的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我當時還有這個理由上 我就不妨礙這個 還不知道還有 我們會不會做完美的 各位同學 各位家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說到青年都在打工 我應該給所有的前輩 在23年前 把你境外交付錢 我們到澳洲自住 14個月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比較難 不過我的感受跟各位在座的一樣 所以能夠到台灣或者是製作裡面 我們今天都住在這個沒那麼大的裡面 這個像我們看到已經有很大的期待 那我回聽各位保證 如果你願意這樣的活動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值得 但是重點是我們今天開這個選討的最終的問題 就是希望能夠大家在住下來的同學 都知道自己很安全 除了一些機器面 希望台北的大家科技世界之外 也能夠希望注意到一些個人是男人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的各個部位 特別要是去教育部方法在上面活動 還有我們總共中央部位 跨門部位 今天下來 從台北下來 都覺得今天高鐵都挺激好 沒有 都是五個部份 在高鐵上面所以感覺特別的擁擠 那最主要主動我們今天活動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讓大家 大家 度假感能夠留著正確的觀念跟知識 而且我們也要求這個主法代表 這個澳洲主法代表來的 很多人都希望 也澳洲是不正經原來的 讓他們的這個這個度假感能力 所以他還 陪著自己的想法 還要非常高低 這麼熱衷 這麼有興趣 但是呢 在這個方面上 我們都會負責這個 私家打工藝術處的執行單位 那 從去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開了一次的套子這些 就是我們在外交部的青年 放棉期間的我們也 換了這樣的技術 包括你 你不能問他 越美的 還有一些女友 安全 我們其他成功就會做 有三朝連結 包括澳洲主法代表 在澳洲主法代表 在澳洲主法代表 我們在澳洲主法代表 馬路是跟台灣大國來的 都在澳洲主法代表 所以如果拍攝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一些澳洲安全的規矩 才知道 你可以 要馬路上外交路 來 要馬路上交路 也可以進行 另外還有一些個人人 在澳洲主法代表 希望比較大美工的陣子 另外還有一些 你到澳洲主法代表 我那個健碼住在家老 繼續朝鮮 那海外的時候 我們也要繼續選擇 適合自己 醫療保險 好 醫療保險 好 醫療保險 很貴 我們去年絕對從英國回來 我們在英國的時候 複得股價打工 業務 那我也曾經實力探訪 週末沒事的時候 我去小弟莫逛街的時候 我去實力探查 跟我們在當地 青年股價打工的小朋友 見面那邊 然後在當地 面臨當中 不外的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 你對當地醫療保險 資訊更多 好多的游客 哪裡看醫生 租約的時候 跟房東前租約 全房子租約 都要出現的事情 不要被 不要被 都懵了 還有另外 打工的時候 跟富有前妻的專業 都要給全力保險 另外還有一些 基本上 當地應該有 不一樣的事情 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支持的時候 才能夠 相當地 確保 各位在台灣 能夠有一個非常友善的 非常安全 舒適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今天 各個部隊在這裡 最重要的是希望 能夠營造這樣的景觀 非常友善 非常安全 非常 大家能夠 非常 輕鬆的 能夠完成 一個部隊的狀態 所以呢 這個案子在 包括行政院也好 監察院也好 甚至 這個 我們的地方院 地方的工作 質詢也好 甚至監察院 這個行政院 都特別的 有些事情 照不來 有行政院 找經濟委員 所以 那就是 所以 這些東西 不管是在地方的 格子也好 我們希望 除了學校 大部分人都會上去 加小圈那裡外 各的部隊 甚至我們 這個中央的 這些部隊 都非常非常安全 非常充實 出國有的時候 附下的人 就一定要去 安全 免不然會有一些意外的 所以這些的中央 大陸人 就是要在你們的身上 住的是在 住房子裡面 特別是在部罩方面 一定要去保 我們的部罩 有6月的下期 然後最近這個下期 每個國家 甚至這樣 要一起去拍下 就要上網 上網 177年發展出 然後我想說 我們也了解 相關的一些 規定 然後呢 出國前 都做好 對 那麼經常都要跟 家裡話 特別是要記得 跟我們關掉 民事事務局的地方 出國分別 要記得分別 因為呢 有幾個我們整個部門 除外代表 出國還是出國 會了解你們的動態 你們跟家人聯絡的時候 跟家人 掌心很多動態 因為你們是流動的 然後 就把 打工度假的一個地方 在6個月 你們下一個工作 很像有問題 就換了另外一個部 所以你們的 行程是流動的 非常沒有目的 一樣 必須要讓 大陸 那你基劉 就是我們玩家 陸佛的兩位 謝神掌握你的行程 那我們不會去做 這個 這個陸佛的行程 但是 萬一有事情 出現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在第一名 打到 因為像澳洲這麼大 比我們代表 有些地方 比我們代表 非常漂亮 搭配 已經單一條 搭到當地 我們開車 大概三四年 所以澳洲 是一個 全球最大的一個 導遊 最小的大陸 上下一個特別的 大家一定要 可以注意 這個個人的安全 跟這個 相關權益的網絡 那麼待會我們下 有幾個 座談 還有我們跟 去過 跟一些 公學 學上級 跟你們分享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不管是 先給我們幾個也好 或者是 我們幾個 或者再出去的話 再講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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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副指席長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的是 我們的毛布的 國運人 國科長 請大家這邊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在場的新年朋友 還有我們家長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謝謝 我跟剛剛我們 外交部的那個 理務執行長 是很差 我大學畢業 喔 樂園大學 很小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場的 新年朋友 都是非常優秀 而且都是非常 有潛力的 那 當我們 馬上部 接到外交部 請我們來 參加這個 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我心裡面 就有一個納悶 我想各位 新年朋友 也有一點 那他們就是 馬上部要幹什麼 馬上部可以提供 形式莫免權嗎 或者是說 我在國外 做了什麼事情 可以不用負責任嗎 那當然這部分 不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 嗯 我再來 參加這個 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又想到 我們之前 在做一個 就是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那 I will 誰知道這句話 是誰講的 誰知道 世界上最強的老爸 是誰 好呢 那 我跟想說 如果你覺得 你旁邊做的那個老爸 是跟別人迷虛一樣 可以 找到我 然後把你救出來 然後一個人單挑 整個犯罪組織的話 那我想 我 我今天的話 大家 那如果說 大家覺得說 自己的老爸 好像沒有那麼厲害的話 那我們下面的一些訊息 就提供給各位 青年朋友參考一下 那 好 今天來參加這個 那 其實我們有兩個 層面的意義 第一個層面 比較消極的部分 就是 希望 我們各位青年朋友 到了國外 人家都能 利不守的 有些事情 該國內不能做 我想該國外也是不能做 那有些事情 該國內可以做 可能該國外 還是不能做 譬如說 剛剛我聽到 我們 李富士欣賞中 想說 我們有 有青年朋友去國外 然後 在他的臉書上面寫了 IS 好像是聽說 馬上就被人家寫 送回來 那我想 我想 真的 每個國家 每個國家的心情 譬如說 你今天到德國去 你可能不能去提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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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能去提到 希特勒那部分 有一些問題 或是說 你今天到 一些 譬如說 我之前去過泰國 我知道泰國他們做了一個 那個 皇室 是非常運動的 那可能這個部分 你去日本 你可能要注意這個 這個部分 可能 國內你可以值得 總統丟鞋子 那你 你去日本 可能還要做人家的 公司 公司 民情 那 當然 另外 就是說 再積極一點的 第一 就是我們希望說 各位 青年朋友 能夠注意一下 自己的 一些人的政大選 因為我們剛剛 都舉行長講的 齁 你可能 怎麼要去 讓自己避免被害 那或許 有些同學會說 那我去的都是一些 先進國家 我去德國 我去日本 我去澳大利亞 那當然我想 呃 我們不怕 一萬 不怕 那像 在日本 我們也有 曾經有留學生 在日本被害的 那也有去旅遊 被害的 那 前陣子 我們在澳大利亞的 留學生 欸 就是我們陸下打工的工學 好像 朋友好像是 有遭受到一些 呃 不平等的一個對待 那我想 知道自己 怎麼樣 怎麼樣 保護自己 因為畢竟家人都不在 操作 那 我們其實 目前實務上 最常見的就是說 有一些 心靈朋友 可能 因為很多朋友 你們出去都是希望 賺到人生的地獄 那所以就想說 欸 怎麼樣多省一點錢 然後能夠 趕快回來 國內 發展自己的事業 那 可是 我們就發現 有一些 心靈朋友 可能 為了 疏於 注意說 欸 我今天可能 幫人家做一些事情 或是幫人家 做一些服務 那這個服務 可能在 他們在國內 是可以把 譬如說 我朋友 有一些心靈朋友 可能在國外 有幫人家 運送東西 結果後來發現 運送的東西 是服務品 那 有些 我們 心靈朋友 可能會說 我怎麼會知道 毒品是什麼樣子 那這樣 他就一個盒子給我 那 我想我們在 跟外交部的 那個 晚上點子裡面 有沒有提供一個 無蠱蝦圓光 那你們可以上去看一下 欸 海洛因是長什麼樣子 啊 βetamine長什麼樣子 βetamine長什麼樣子 甚至於 腰包碗是 那這些東西 其實在國外 都是β 那你剛才吸食 他有吸食 是新的 你如果 牽涉到運 販賣 甚至是運送的話 那可能就是 會 欸 就是必須 負擔更大的吸食 那另一方面 也不是說 我今天知道 他長了什麼樣子 好像就可以 避免了 因為其實現在的 運毒方法來說 譬如說 他肯把它 放在防禦坪裡面 他肯把它 放在一個 物體裡面 所以 其實我們 總結啊 就是希望說 每個朋友 你們出去的時候 注意一下你們的人生安全 那那一方面就是說 你們也能夠 避免 跟不熟識個人 有一些 欸 就是幫他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時間也到了 感謝各位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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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剛剛想謝謝解說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到 中部的莊經緯招課長 大家可以鼓勵掌聲歡迎 各位貴賓 各位今天朋友 各位大平常常大家好 我是中部科長莊經緯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代表中部 然後來參加新年打工度假的桌上會 我想說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對我們國家分析這裏面 跟很多的國家來簽 所謂度假打工的一個協議 那簽署的國家已經到了 已經有到三個國家是多 那新年度假打工的人數 越來越多 這個變成新年到海外 所以就要選擇打工股價 這已經變成一個 各位新年朋友 然後累積一個生活基建 增加工作立業 當自己的系列 生活著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 也是一個熱門的管道 小技的朋友 他現在就在澳洲 在公家打工 他把昨天的臉書還做過 他現在就是利用打工的這個 游價是給澳洲 現在正在澳洲的紐西蘭 在自家裡 那我從他的臉書上面 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經驗照顧 現在很多的游價的打工朋友 可能因為他們現在到這些國家去 去游價打工的時候呢 可能不注意 不了解 熟悉 當地國在健康中安全 所以剛到這些國家的時候呢 可能發生一些小故事故 那 像剛剛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知道 現在大家比較常說 像澳洲 那澳洲很多地方 可能就需要自己開設 那小朋友 他可能剛到那邊開設的時候 可能就 沒有注意到澳洲 他其實他的方向盤 跟我們國內是不一樣的 好 國內的方向盤 是在左邊的 就靠右邊行駛 那在澳洲的部分的話呢 他好像在右邊 靠右邊行駛 所以他發生一些小故事故 那所以說 大家在海外 游價打工的時候 交通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補免的基礎 所以我們只要說這些 有配合外交或者 你們的青年游價打工 那個協議的部分的話呢 在我們的公國總局 和網頁上面 我們有建置一個 海外新年游價打工的 交通安全的宣導分區 我們有把我們現在 三個 游價打工的 一個國家的一些 對國的交通法規啦 然後特殊的標示標線 有些要注意的 注意的叫做安全的事項 涵移我們的駕照 能不能在 將近國家駕車 或是你必須要換駕照的 這件事情 這裡有各位詳細的資訊 然後我都會放在網站上面 我想說各位新年朋友 如果說要度假 要到海外 度假通了之後 附門前 都應該要稍微先看一下 網站上面的一些資訊 那這樣的資訊 在我們今天的這個 宣導首和單 二十頁 大概都是由 由我們之後 目的這個資訊 大家可以如何上網去連結 那今天我們在後面 也有我們的檢位 那如果說 各位我們的新年朋友 如果打工了之後呢 在收入安全方面 那可以注意這個 自己的安全 那我想說最後 呃 時間關係最後 我想說 這邊還是 希望大家懂不懂 你平安安的 快樂的出門 好 那讓自己的一個 新年度 再打工的跟運算 能夠圓滿的 很順利的一個完成 讓自己的視野 跟工作能力 都能夠有一個 實力的一個體驗 跟體驗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趙科長 那接下來 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我們勞動部的 王宿琦 王專門委員 請大家來練隊 掌聲歡迎 感謝 各位各位 各位紀念朋友們 大家 好安 好 好 好 剛有這個機會來示範一下 謝謝老師 那 因爲出價很高 我想這一集 剛在相關公會的這個 代表裡面 都很詳細的說明 在山的地獄應該是一個事項 以及相關廣戰的人群 包括我們教育局的外交部 其實我們這個 教育部、保育部、勞動部 所以我想首先 先就我們這個商品 我們這一部分 在勞動部這部演示 那相關之前 在我們這個省策的資料裡面 就有很多項目 需要很好 大家可以來瞭解 那我們也很像社群單位的 我像網站這一部的資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這一部份 我們經理人度假打工呢 我個人就自己有經驗來跟大家分享 呃 陳虎剛的 部份部會的這些 可能先例如 都在 地獄大發 先例大發 這個度假打工 是以度假的前提 這個雖然具有打工的性質 可是他畢竟跟我們所謂的 是一般在國內工作 是不一樣的 主要希望都是爭廣健委 所以在地獄 給大家注意安全 相關的一些 呃 當地的 什麼就是工程 然後大家要注意了解 那我想在這間呢 我就要跟大家來做分享 就是說 不外乎呢 在這個 這個 出國之前 你要做一些很廢 那在勞動部這一邊 那我想 急功的就是要 慎選於所謂的 呃 允許你透過這個 救護機構 那這個救護機構 這個可以了 你知道嗎 所以就要來做一些 一些檢視 那甚至有說 之前的一些準備判決 然後 也可以在我們的 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來先來先做一些 一些了解 那麼 呃 能夠直接立即著這種協助嗎 哈 也可以 能夠有相關協定委員工程 而是呢 像你到國外去工 等於說你打工呢 那 你還是有簽訂 那我要簽的這種問題 它在過程裡面 你就要說 你就進去那裡做什麼 你的工作沒什麼 你的工作時間 那我想 像 可能 你進入那個工文的一樣 比如說 我們過去的電視新聞 有看到 你 因為到那邊的工作環 你知道 有一些 很特復 有一些很可能 他的 這些工作環 你是不是合適 比如說 呃 在這個 這個 有一些比較學生的上面 或者說 其實很 很含有的 要是你自己的 身體方法 能夠 能夠承受的 要 所以這些 你就必須要 很清楚 要去做一些了解 那 因為呢 簽的企業呢 就有一個責任 我們也不需要說 誒 簽的企業 然後到時候 你不能做 有些合約 有些工作時間 其他的工作環境 之類 你是不是能夠 能不能夠承受的了 所以 這部分 就是 來提醒大家 來 可能 在 要助以後 就是 在出國之前裡面 能夠 去了解 當地的 有一些法律規定 比如說 他們的有一些 法律的內容 就是 勞工法律的內容 跟你的工作 有相關 和他的工作時間 或者 工資 等 等等之類的 那 其次呢 我想 即使你到了 當地 我想見了什麼 提醒大家 比如說 我們在我們國內 我想真的很清楚 就是知道 我們是透過我們的 找工作 可是沒有我們 除了我們公務員之外 那是一種 那我們到 當地呢 事實上他們一樣 有所謂當地的這樣的 或者是 或者是 這個 當地的這個 這個 勞動行政部 假若你有需要 這一部分的 一個了解 也是能夠 基於這一部分 來做一些 一些 對 當地的這種 法律的這種 的了解 和 你自己的一個 工作期間 或一些 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 嗯 大家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 一個夢想 那我都會 注意真往救 是嗎 所以 你在這裡 我想 在這裡 最後一度 我們這些 有開放 我們的 新年人 朋友 能夠 能夠 收穫 我們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衛生福利部的 蘇晏秀以及紅鴨雪兩位市場 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各位重要部會的親戚大家好 各位青年夥伴大家好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來齁 一定都想知道一些重點 那我想各位青年夥伴大家好 那我想各位青年夥伴大家好 你們 你們手下有一本小冊子 那我想 先請你們歡迎到 第31頁 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喔 因為 大家剛剛都有聽到 我們的 前面的 先進說過 齁 大家到海外去度假打工的時候呢 一定 避免不了 有可能 一些情況發生 那 那些情況發生了以後呢 回國 如果你想要申請和退 必須要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條件 所以 我在這裡 有四點提示齁 那 你剛剛第31頁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第一點喔 它說到 具健保身份 且未挺保的 前面健康保險對象 那大家等一下就會想到說 如果你挺保了回來 可不可以申請和對 這是不行的喔 齁 所以 你出國之前 你要不要辦禁保 這是你可以自由選擇的 那第二點 如果你在國外發生了意外 什麼時間內一定要提出 六個月內 為什麼六個月內 你可能會說 我還沒有回來 怎麼提出申請 你可以寄回來 也可以請你的家人代辦 那請你家人代辦的話 就是寫一張委託書 那第三點 跟誰辦呢 跟你的投保單位辦 那各位有可能是 是醫護護母親的投保單位 那護母親的投保單位 也許是在台北 那就是進到台北業務組 如果是在澎州的話 那就是進到我們中需業務組 那最後一點我要提示的是 這個費用有沒有上限 有 這個是有上限的 門診一次大概是2000多塊 然後急診是3000多塊 住院一天的費用是7000多塊 這是每一季的費用會有所不同 那依照的標準 是你在就醫的那一個月份 所以呢 你就會想到 你在國外看病錢很高 對不對 但是回來不是 全額補助喔 譬如說你花了5000元 那回來依照門診的上限 我們大概合得可以2000多 你有可能要支付3000多塊 那你支付的部分 如果你有其他的醫療險 也許你就可以再申請醫療補助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 是有關於 你要不要半停保的部分喔 那因為這一部分 牽涉到我們的城保部門 所以我就請我們的 市場同樣去 來跟大家做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宇特的先進 還有各位在座的學生 還有所有小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們剛剛 我們已經有先知道說 如果你在海外 如果有發生幾個狀況 有必要不用收據 不用來辦什麼 那我們剛剛一直有強調 這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你在出國之前 你還是有繼續參加健保 那這個部分 我想要在這邊 特別提醒大家喔 我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 我可以辦禮儀寶 那我到底要腰敗 那這是一個選擇喔 大家可以 來做一個考量 那當然在我們的 還有剛剛 離婦 其實哪有提到 台灣的禮儀 相當的昂貴 那原來 以原來的身份 如果繼續參加健保的話 你每個月 例如說旁隊 可能是一部母親 在他公司加健保 那你看你一個月的 保險費喔 可能只有三百多塊 那你可能選擇 繼續加寶的話 對你是多了一個 雙層的保障 那當然 你有其他的考量 你要選擇聽保 我們也是可以 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申請喔 那選擇聽 那如果說你要繼續加寶的話 你出國的時候 你就不用在那個 你的身份的加寶上 不用做任何驗動 你就用原來的身份 繼續參加健保 只要到要健保費 那就可以享有 想享有我們的健保 就這樣 我們支援喔 那你要 如果你覺得 你想要辦理聽保 那應該如何辦 那在這邊 我可能跟各位簡單的說明一下 因為各位可能 都是一個 伊斯法 伊華的一個信念 你們可以上我們健保的網站 去連結一下 看一下喔 就是說 你可以到我們健保的網站 去選一個 那個點選一個 那個聽保的升級表 那升級表上面 就會找一些 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 可能這邊要提醒大家 說 如果你是 原來是在 公司上班的話 這個部分 可能要透過你的公司 那如果說你是 一部一部親在公司交保 這都是要透過 你原來的單位 來用這個健保 去升級 你的聽保的動作 那如果說 你自己現在是在 那個 附近所在這個工作 想解保的話 你當然可以回公司去 呃 升級聽保 那我們現在也有開放 就是說 你用點健保卡 去我的健保的網站設定 然後自己在 線上就可以 練習這個聽保的動作 那 我們的奇蹟就是說 你如果 出國六個月以上 你就可以選擇辦理聽保 可是你如果說 你到國外去 你覺得不習慣 不適應 我可能在第五個月 我就反國了 那這時候你反國 我們這樣一反國 我們就要辦你附保 那附保的時候 你就要講 我們這個 開始想要健保費 那因為你沒有 呃 出國超過六個月 所以這段期間 這五個月的健保費 我們都會 麻煩你要補獎 那如果說 超過六個月的話 那你所有 呃 在國外的時間 你都和你 你保內 都想要錢保費 那 呃 一些相關的訊息 我們在介紹的網站 都有這個 呃 很實際的說明 那你如果還有問題 你們要做什麼 對不對 謝謝各位 好 非常謝謝市場 那接下來我們來邀請到 從青銅監督委 委員會的 神力軍陳科獎 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呃 那我們各位吟會的貴賓 們各位企業朋友 大家好 那今天呃 榮信有那個機會呢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的 貧駕展工跟保險 的部分 那 那我的報告資料大概會分成那種大部分 那第一個步驟為什麼會需要防潛 其實大家應該有前陣子都有聽到 我們已經報導一些那個度假打工的朋友 在國外發生的事件 就移然後產生發尾的那種費用 那後續有提升了一些問題 那其實就是說 度假打工也是在這些醫療 或者是說你還在身體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在做商品完成的機制 那事先完成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劃 都是對你們這些經濟上的層次 那所以是建議 拜拜在出國之前 正好都可以下國內網上 然後進行然後商品一些規劃 那再來第二部分 度假打工的經營會需要什麼樣的保險呢 其實經營度假打工所面臨的貢險 主要是各種的收工的內容 譬如說你是在廣場工作 或者是在三十兩房工的 這個貢險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的那個商品保險 是用職業類的貢險去接收保費 那所以這一塊是比較適合 低價承擔的朋友去購買的 那至於現在一般的貢險 因為是主要是承擔一般 其外貢險的貢險 那而且這期間也是比較反對時 比較經濟 那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在出國前 要正對於商業貢險 讓他們可以把一些傷害予料保險 那必要的時候 當然也是可以把一些予料險 來公司的貢險 跟期間完整貢險 那再來是第三大部分 讓我們大家簡單說 目前商業保險的保費 技能的基礎 還有您可以到門去查詢這些資訊 那因為上海保險保費的高利 其實是跟你投保的保 還有你什麼事的工作 是都有關係的 所以你可以討論資深的預算 那還有你公布危險程度 也可能決定投保的什麼樣的商品 那當然也是可以去事先詢問 要投保的關係 他們會有一些 附費的更的話 去詢問相關的問題 那另外因為我們去年 開放好期間辦理網路投保 所以如果已經交通過網路區投保的時候 有些網路區 他在這個網站上面 都可以透過出入一些投保資料 都可以去幫你計算一些投費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是不想辦理投保路的話 你是要通過書面區域的網站 因為我們現在都要求 這個保險局 就是能夠建立在這個專區 那所以在這個專區上面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保險 跟你要可能會從事的職業位置 去試算的保險 那這些部分都可以講解 做一些保險局的文化 那在第四部分就是說 怎麼去辦理一些投保虛保的領域 那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相冊的 大概三十七月到四十月 其實就有一些投保虛保的東西 都有一些相關非常詳細的一些說明 那我自己大概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在國內 還是在國內 那你要辦一些投保虛保的作業 那除了你可以找 或是你會辦理之外 當然你可以洽 或者用手去做這些投保的工作 那今天如果你也是在國外 要辦投保虛保的領域 那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開放了 在國內的國內的投保的領域 是可以辦理一個投保的領域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到這些公司 他們的投保的領域 去做一些現象的 工程保的領域 那再也就是說 特別針對我們身分裡 從國內做的成績 跟你成名的人 跟貴情人的人的 投保的領域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其他開頁下 手冊的部分都有相關 詳細的一些流程的書 那再也就是上手頻道的這些 投保的領域 因為目前我們 機場跟保險局的網站 其實都是可以建立物價反送的專區 那透過我們的網站專區的連結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些文件 相關的一些流程 那同時 從上面這個單位網站 其實你就可以連結到各家網行公司 他們所有物價反送的專區的網站 那這個都可以以及 一些相關網站的網站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 就是申請你不要緊 建立一些網站的 那當然就是說 現行的一些網站的申請 其實我們在保安檢查 就是民主權的網站 總會有一些相關的推定 所以你需要的時候 可以先參與收藏的保單 那再也就是說 那你可以洽視 需要的時候 那再也就是說 對 之前曾經有移眾學務部 如果你是做 發生了海外的 涵發的事物 那相關的影響文件 還有沒有需要 出外管一些驗證的動作呢 那這一塊其實 我們是有在 恰循的 縮起工會那邊 提供保險業 實務上的一些做法 如果是你是傷害幾處 所需的一些醫療單據 因為防禦公司 他們會尋利自行去查證 所以是不需要經過 入外管的驗證 那如果是申請 申戶幾部的部分呢 就是 因為在辦理家屬 辦理一些職務的時候 戶幾 戶正單位也會就 王正比書 一些相關網件 做一些驗證 所以這部分 也是申請禮台的時候 也不是不需要 特別再去 經過入外管的驗證 那這些是 相關的說明 那 因為現在的時間 實際上是有限 所以其實現場上 大概有 六家保險公司 他們都有擺攤位 所以其實大家 可以先得 許保證成為 適合發展商務 如果這篇務的話 就是 我們下 WILL上任務 最多職務的會員 正當罷三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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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接著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 邵委員會的 中委專門委員 請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各位嘉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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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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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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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用那个购买的能力的话 两个国家的第一位 我们另外一样是一座美养 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大利亚 在全世界上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大利亚 以前是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之内 包括是三年 澳大利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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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分之十多的人在家里不长营养 很多人到老舍市也是去了解 杨静明的文化和公私习惯 这也是台湾和老舍的共同点 我们两个国家的任何的 第一类百分之三区员 当然也是世界上的 最重要的国家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如果你喜欢澳洲 我们也很高兴 跳到澳大利亚的区 可以去吧 你们都可能喜欢澳大利亚的区 去有机会去打工 我们也需要去打工 我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悲剧 我亲自一起留下 我们发现很多台湾年轻人 特别在旅游业 餐饮业 在工作 这个对澳洲的经济发展也很重要的 如果你喜欢在澳洲的农村地区 你工作在哪一段时间 你以后可以申请再一年在澳大利亚 有这个独家打工的签证 当然 你也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独右 有机会去各种各样的经验 第一个独家在这里是 大家把酒的潜水 还有一个是蒋洛山 第三个是你家走着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 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了这些 好 这也是非常欢迎独家打工的青年人 这个目标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见到过 但是这是各个国家对台湾人的独家打工的签证规定 你可以看在这个表上 只有澳大利亚是无限制的欢迎台湾年轻人来 那个后面五个大的节目 如果加起来也太有五千个位子 在澳大利亚现在大概有三千 三万台湾年轻人在独家打工 从这也可以看来 在澳大利亚是非常欢迎独家打工的 只有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在澳大利亚 我刚说也快有三万人 还不算最多 最多还是英国人 但是也有一个很 会有一个丰富的国际的经验 因为也有韩国人 有德国人 有法国人 意大利人 加拿大人 这个表上也没有美国人 但是现在在澳大利亚也差不多有四千的美国独家打工人 我刚提到的是 如果你喜欢待在那个农村地区第一年 你可以申请第二年的独家打工的签证 那今年是第一次 台湾人在澳大利亚最多申请第二年的独家打工 那你可能想你申请的是需要怎么样的资格 最佳要从18到30岁 我好像应该是说满30岁 只有30亿 我可能回去要改一下 你需要有中华民国的医疗 你也需要有医疗检查和基本的北京的检查过来 最重要的是你要离开澳大利亚 往此前要申请 如果你已经到澳大利亚就不能在国内申请 到了澳大利亚以后 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痛点 我们已经在这个研头会里面提到你的脚痛 因为澳大利亚是在左边开 不是右边开 所以这会影响你 比如说进去一个 开车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靠在左边 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海 有很多河 有很多湖 很多人特别热的时候都喜欢去游泳 但是估计你们都在只有有陕落的海滩上去游泳 还是在游泳里边游泳 也要非常注意这些安全的标识 比如说在澳浙北方有鳄鱼 很多地方都不能游泳 也有很多样的海里的动物 那到了澳大利亚以后 要去找工作怎么办 我们估计你们在那个正常的模式去找工作 那这个网站是会提到很多工作 特别是关于那个农村地区的机会 因为按照水果和其他的农产品的季节 各种各样的农居人需要劳动力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边工作在不同的地方 一边旅游在这么大的国家 工作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们的合同是正规的 应该是有公子蛋 应该是有附最低的孔子 在澳浙这个是一个小时17块到17块澳元 他们必须要问你的交水号码是多少 如果他们不问 你们将来特别允许第二年的旅游成证会有麻烦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权利 你一定要保证同第一天 不加班费 特别你公民的转磨 好过明天的时间 我以前提到的 经济比起来 买产品的能力 我提到的经济是一样 你们认为澳浙的基本工资是非常高的 是世界上最高的 但是你能够买的东西和服务也是比较低 因为这些东西在澳浙都很贵 比如说你要喝一杯冷茶 还是要喝一杯橘子水 那你可能差不多要工作一个小时才能喝一杯 所以从这样可以来看 不是很容易赚钱找到的呀 另外一个是特别在大城市 那个区费也很高 所以有的时候快一旦蒙吞地区 可以升一下那个区费 另外一个我要提醒你们 是在下个星期的澳浙预算 澳浙政府改变交水制度 所以从2016年7月1号 独家打工学生每一块钱 会付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个岁 等于说三分之一 你赚来的钱是付给澳大利亚政府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你们的安排 在哪儿在哪儿工作 那有的时候你们的工作 会发现有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如果你感觉不对 所以我们期望你马上去申请 在澳大利亚有这个Fairwork组织 你可以在哪儿申请打电话 他们已经在这几年有四千多人申请 他们收回来已经是八百万以上的澳元 这是故人不好好服务 独家当客人的公司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提醒你们是很严重 另外一方面我还想提醒你们 特别如果你英语不是很好 首先要学英语 为了掌握你的权利 特别要小心 如果人特别也将过于在 也是台湾人还是华人 在澳大利亚 学习美女 工作什么都会弄好 要非常小心 因为经常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有最多的问题 什么时候你感觉不对 你可以打电话还是在网上 网上申请这个事情 那我们刚讲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东西 现在是稍微轻松一点 只想揭晓一下澳洲的英语 跟美国的英语 有一些不同的城市和文化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 我们在汽车方面 我们把汽车后面作为 boot 在美国作为 trunk 那你可以看从衣服方面 从汽车方面 从食品方面 连其他的生活商用品 都会有不同的阴影 我们一起合作 如果你见到澳洲人 是不是第一个台湾人 他们他们见到过 最可能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台湾独家打工 所以希望你碰到这样的人 你也估计他们来台湾独家打工 那今天的研讨回开始 我从澳大利亚来的林先生 他给很多人都已经分了一个小卡 这个卡有很多不同的电话号码 还有有些网站 我们也希望你放在钱包里 以后有什么事情在澳洲 你可以拿起来 不过 如果你们是找不到 还是丢了 还是没有 没关系呢 可以到我们的澳洲搬出去的网站上 这些桃料都会在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赏联续 那我很道歉 我现在要走 不知道人有没有什么机器的问题 现在要问 如果有 我现在可以回答 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会留一点那个影片 在前面的桌子上 你可以给我们送一个电子邮件 一旦你问的问题 我们可能觉得对其他的人有兴趣 我们也会放在联续上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所以希望你们都like我们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南部代表精彩的解说 那紧接着我们要请到 是祝台北南部代表处的 我们来将来的 有没有人打算去明年韩国打工医院接下来的吗? 没有 没有 很好 很好 不要太怕了 心心肠很大 还得对 好 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韩国是怎么样的国家呢 那这是国民 是大汉民国 那语言是那个 手术是手蚊 大家都知道 手蚊是汉蚊 那官方也只有韩文 没有什么 原住民的语言 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那荣果跟面积的话 差不多台湾的两倍 那荣口力几乎也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需要韩国的话 就感觉跟台湾很相似 可以像这种真相 然后 货币的话是韩免 我们读文 免 然后这是我们国际和国画 可能 那 今天虽然没有人关心 像很多的导物 人家签证跟什么 还是说你一下 但我们很多的导物 都这样 把你帮忙把导物 那 美国人 有点出微博 高兴的规律 它隔年 五十倍的 那个 今年朋友们 都是要看完 再准备 那今年 今年到 1月5号 开始收链 今年的第一个公众 就是1月5号 然后1月19号 就变得满了 然后出的很快 其实每年越来越快 所以 要参加的人 今年十六年再看 然后1月2号 后来再呈现到新增值 那韩国的导物 一家签证是个怎么样的签证呢 那 可以带韩国最长均有1年的时间 还有可以当地 读别解销最长780小时 他可以当地公众 一长1300小时 那最重要的名额是400 那 这个速度比较快 或者是 如果反映好的话 就是我们的 团排这两天 其实 可以增加 因而得出一度 我欢迎大家 赞情韩国的导物部下签证 那谁可以赞情韩国的导物部下签证呢 就是 跟 一般其他国家的导物部下签证的 真情资格差别多 那年龄现在 大部分的国家都有 我认为 所以 明年的话 一中85年 还能过设计的人 最后一年可以申请 今年一中八十 所以过来 最80年的人 其实不能申请 然后不能再加持 一个人单独过去 然后你的护照有效期间 至少要是 下一年三 然后 就保险 我们今天在工作 强调保险问题 我们也有要求 你要加入海外保险 哦 要有出积生活费用 我们要住的是 每天三件左右 这是包括来路 经常跟出积的生活 没有两次赌出来的 之前没有去过 韩国的导物部下签证 我们不管你去过 越南或澳或 那种别的国家 就是 韩国的话 你一辈子 能登庆一次的 第一次 那无犯队记录这个 当然要住的 去警察局开 那边 公白的就好了 那 去韩国之后 呃 其实 唯一的点 有积物性 要 呃 注意的是 你们要安理外国人登陆证 其实大家都以为 这个是积物性的 可是这个没有办 韩国是违法的 然后 法是你下屋的时候 他会抓你 你的外国人登陆在哪里 或怎样 那变成没有办 你外国人登陆证 就是 你一框的时间 虽然也是 好把的 有效的签证进去 可是 他们当作是 呃 非法通流 所以比较重要 其实 没有很重要 只是发生过很多 台湾学生进去之后 就没有办这个卡片 或者是 下次连线入境的时候 可以有成功 那 去韩国之后 有什么问题或困难 譬如 当然 很严重的话 是找台湾外交通 就韩国才能代表过 可是 生活方面的 简单的打工作 或者是有一些 没有 然后不要验证 有什么困难的话 好像韩国打工流中心 这个是我们韩国的外交通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外国的 看见 打工夫家进化的人 设定的一个单位 那边有很多 知识 工作 就是拜托他们 有没有其他工作 他们做很热情的帮你们 那 这个 韩国的打工夫 比如说 真正 有 合作人 那 今天要来大家看一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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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Yes, of course, we'll be planning to do a topic here in Syria for this wonderful working holiday system We have in store for you details for those who are curious about the Korea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may not be here yet Yes, that's right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Check out this The Working Holiday grants young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and travel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a reason for 12 months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While implementing their travel budget for travel to the Republic Today's first Working Holiday Agreement was from Australia in the year 1995 And we currently have veterans who fled 20 countries in one prison In Canada, New Zealand, France, Germany, Japan, and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ing Holiday Agreement The most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visa application would be between the ages of 18 to 30 Have a valid passport And have no previous record of entry in Korea with a working holiday visa They also must be staying in their home country dur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and issuing period In addition, they must have health insurance that is valid throughout your stay in Korea And must be able to travel to Korea alone without being accompanied by independent family members If all such basic conditions are bad, they can then submit their visa applica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to be Each country requires different docu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orking holiday visa So please double check Yes, and once all your documents are ready, you can apply to the Korean embassy or consulate general in your country Moon,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about the preparation that participants should make in addition to these documents? Sure Korean language skills are Korean language skills are very helpful for applicants who wish to understand Korean cultur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Korean language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before coming to Korea for a working holiday For this, the Seoul Global Center and the Korea Foundation Cultural Center provide free Korean language classes There are also online resources, including that of Abyadon TV and KBS World, providing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Looking over the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o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various events provided by KoreaNet or the Korea Tourist Servic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Korean language, but Korean culture as well Ah, your mini-services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Korean working holiday participants Yes, the more you prepare, the more you study about Korea before you arrive, the more you appreciate Korea during your working holiday stay Yes, you're right And shall we see the various attractions that Korea has offered? Yes, let's take a look Oh, I love Korean culture Especially nowadays Korean cultur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Especially k-drama, k-pop, k-fashion, k-food 尤其是韩语文字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our this long time you will be able to enjoy a perfect holiday by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festivals throughout the 40 seasons In places full of Kore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odel festivals, where you can feel the autumn through spring Orion month festivals, where you can feel the autumn through spring and snowflake festivals where you can beat the cold The biggest merit of the working holiday is that you are allowed to work foreigners who enter Korea with working holiday visas are working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voice acting and restaurant service ok, so one year ago one of my French friends she is in Korea and she recommended me to look for part time job on trainings and I just looked and saw an app I applied and one day after I was working in this cafe or would you please us? um, I did a search for the ad so I sent an e-mail to the address and then I received a reply very quickly from the bus so I went to the interview um, told it was very friendly um, and then I was trying to test for one day and I started like that Working holiday participants in Korea can get lots of help and tourism and job selection through active interactions such as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or look at some of the jobs participants in get with the working holiday visa check online resources such as QuestSense, check the content in Kor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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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eople and I find my Korean as well it's very great I would very enjoy it in Korea it makes me fun to see so many people com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participate in the Korea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yes it is so great to see that they have enjoyed driving training ask Korea is a foreign country for these participants some are bound to run into trouble when looking for a job is there a place that they can go with their help? of course!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run by the country of board of America for Republic of Korea i see well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what the information center does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time by the ministry of board of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working holiday visitors so that they would be consistent for work and helping for the country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for the program that sheds consultation for working holiday visitors and for various events for the students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life in Korea and gives consultations to foreign working holiday participants before their entry and after they arrive every year about 2,000 foreign working holiday participants visit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s website for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s which are helpful for their employment, accommodations, and Korean life the working holiday information center is located in Jong-un Tower anyone can receive information or help if you are using a consultation, phone calls, or just coming for a visit the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offers a chance to see the settings, hear the sounds, and feel the heartbeat of Korea apply for a special experience in Korea while you are still young everyon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in Korea as a working holiday 好,那接下一個階段我們來敬請精彩的青年青年分享 那首先我們邀請到澳洲多家打工的陳佛洛臣先生 請大家給掌聲歡迎 好,各位政府,長官,表演員,長官聲稱 też Pikey orazkew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好說ジェク Phiu étau 那基本上我叫做科威德老师 你之前需要大为打空度假 今天在我们的科学部的青年署 跟观众部的塔台词这边来分享 一些相关在澳洲一些打空度假 一些更多的经验来完成的提计 首先大概解除一下自己 我大概是2015年从中在大学休止班 毕业目前人质在台中的一个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站 我的打空度假就是 在2008年就要做打空度假 曾经在澳洲有过一位学校 就有中间基础的一些定位学院站 然后工作的话 我都在農场里面做的菜脚员 菜脚员包丑临卖场 就是跟厂临相关的工作有做过的 所以他们不能参照我们叫我 是头飞过 那是什么时候年轻三十 来跟人家叫过游戏他很熟 那第二点也有在团队 第二点也就是当做Leader 因为老板上的台湾表现工作比较不错 而且失误我觉得比较清楚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 找我们帮忙做一些管理质的工作 那时候有款一些当地的一些背包客 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一群 在我们那边工作也都会进行管理 旅游身份之间最主要是在东套 东套的东西是本雪梨 莫屋本堂 凯恩师 然后还有南边那个小岛 达斯曼尼 达斯曼尼 还有卡梅拉 这些地方都要买到我的手机 回台湾以后 我们不许再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这样子 那首先关于出发 出发大概是很多人 问为什么要去澳洲打工资 马卡丁我的故事为例 2008月之前 我在台湾通诊师 我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想 我忍心的未来是什么 在想一下 四到五以后 我的样子大概是什么 然后我后来发现 我可以参考我主管的样子 因为主管 十到五以后 结果发现 现在我工作十个小时 十到五以后 就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他工作十四个小时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 Tony Tony 天的关系 所以有些部分是被截掉 不好意思 那那个时候台湾有些电影 叫做电器群 有些事情 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机会做 所以我一来居然 都可以起了包包 我就要做他 不度假 然后跟各位讲 我真的是没包吓 因为我出发前一天 才发现我心理想办理 所以我就飞着我 飞着我飞着我飞出去 那时候我飞着我 那时候我打 就是我的现场带 我就飞着这样子 过来 我就出去 对 那最后回来 又有一个想 就是去的时候 再回来 再回来我一个想法 看这听话 影响 年轻的女郎心存的党分 我们确认说大部分度假 可能跟你未来的工作 是不会有想关系 但是对于我们增长的世界观 去了解这个国家的 面临的一个想法 那有了解 国外有些事物 对我们本身 个人是有个党分 也有的注意 所以我建议各位 趁年轻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做自己受众 那接下来 党 关于我的电话 再去一场 这个党部门先生 主导到东西社会主义 国际交流 当年轻人站到说 旅游或是结婚短期的工作来 辅助你的旅费 所以工作的目的 是让你辅助你的旅费 哦 是让你赚100万的来的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而且刚才 那个黄代表 就是奥特曼艺术的黄代表 有说过 2016.7的要开始 所以是不是变动 所以你各位 你100万 加快越岸越岸越岸越 好 再会有个人可以做 做一下说明 那 接下来 是刚才黄代表 刚才黄代表说过 主要是 2020 绿色是20.0 蓝色是20.0 橘色是20.0 台湾可能要有团队的 然后注意一下 我们台湾从2010年开始 呃 就是1万人 1万2千2万人 到2013年 呃 漫入高中 3万5千人 到2010年 5千人 大概2万9千人左右 在澳洲打国度假 可是要注意一下 第二点是台湾 第三点是谁 我们这边居韩国 韩国人口5千1百万 台湾人口5千1百万 但是我去打国度假 居住 他们还好多 所以 我个人 做这个是这个解读 我是认为说 因为我们 他完了 6年台湾 打国度假 所以在2013年 2014年 这是一个高峰期 以后 人数会就简直下降 但是 应该还是为了 3.2万左右 还是为了 3.2万左右 那 接下来 之后呢 麦入澳洲 出发的时候 我在这一上 心情非常的一个 不畏常 因为我们开台湾 熟悉的环境 麦入澳洲 这样子 打国度假 刚才有说过 澳洲 台湾的几天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这是澳洲 不是男 我都不知道意思 这是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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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边的 那是塔斯曼尼亚的小岛 台湾时期的年纪 就是他一般的大小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澳洲 要有两把 他是台湾 南打 13倍大 他是个帝国 很新的概念 尤其你们去 我去是比较 配偶的地方的话 我会经营 台车 一些东西 互相照应 比较安全 否则你在那里翻车后 可能一个礼拜 有礼拜 会有几步 你不知道 可以 那关于我的首帧 我的首帧是布里斯本 也在布里斯本 和牵连的城市 澳洲的运动非常多人 各位在去欣赏 他来的景色 跟晚上景色 他们的城市建筑 非常非常漂亮 这是他的 以后他的市政筑 跟他两天 有一个感觉 这一帐 有移情变符 去澳洲 尽量去观光 尽量去体验他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他有一些 City 人的Tool 比如说星球 比如说City 先教堂那些老板 各位也参加 有个学校 我在话说 肯定有不过 语文学校 在语文学校 其实我蛮纳闷的 我说实际上 他同样的 Aaron 还是这么巧 我在台湾的书房 肯定有办法 过国际洗碗 我的英文成分 在我的专业里面 我是可以 粤语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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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国际洗碗 可是走出我的专业之外 还不是东西 因为我只会看网上 也发布相关的英文单词 所以当老师在介绍我的时候 譬如说 他会介绍一些 澳洲课程 什么 Cobara Witcher Cangaroo Dance 然后 我词会是非常习惯 譬如说 多粉 是果汉的词 来 这是什么 看得到两个语 对不对 那个时候 老师 就是一单词 我听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 Lacose 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 爸爸 穿进去 什么时候 就知道Lacose 所以他发现 一晚我们其实 学完了 但是他自己走 我出去用 你才会了解 关于是什么样的英文 还有 你到底拿起东西是错的 Lacose 为什么 你会这样子 这个方向 我去洗漢了 你不知道会是什么 那接下来 关于是 很多 很多的时间 我以后 你会去 刚才 我去洗漢了 像这个 雪梨的那个 幻灵 大家都会去朝圣 可是我经历你拍照 金香菱 你就会这样下来的感觉 因为你拍照 拍照 就叫做 拍照 这个叫 失诺 所以 上次就把你上的感觉 然后这是 莫本的十二十五年 还有莫本的 莫本的 莫本人手我最喜欢 因为他们夜市 非常非常表较 我建议各位有机会 只要去莫本走走 这样子 那关于这个部分 除了 东西之外 比如参与到复尤其也进去 了解他们的人文出演的话 比如说 NZ 柳澳出版的前面是 有他们的 是世界大跟导 运动服装 尤其是他们的军人机 然后 这件事 比如说 罗文有秀 澳洲的房价秀 每个城市 每个 每年都人 拜执 就是房价秀 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夜代型的 认识秀 都会被建议去参与 高与三十五部分 很多澳洲 还记得 整澳洲的房价秀 你还把他绳背拉 可是很正确的地方是 他们的高丁 所以我们在澳洲旅行 干嘛麻烦筷 干嘛开车 很多人都有开车 但是这个问题 要特别之外 这是我一台车 他叫小偷 三个月都会变这个样子 我就发这个 我们开太快 我们开包开的那样子 那大家说的结果 我的车子气质 后面发的这个样子 很新铁的 澳洲是六甲 我本身在自动 也有的一次 但是如果是 我假如同老城就开花了 所以这个 就要说 基本上 但是在2013年 我们外交工作 选择代表出口公道的讯息 有九个人 是死亡的 或许各位人长 不再很漂亮 但是你没有参加过 北巴克的商业 我在2018的时候 我到那边 我有一个大学前面 在凯斯密斯的死掉 然后 我去参加 上迪 爸爸妈妈来台湾 来澳洲 去 半分大会 哭了心花 然后 我长期开启 想配女人 大概一到三千人参加 我发现 我部分的北巴克在澳洲 不是过世的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不管我们要怎么样去澳洲 一定要特别处于安全上 因为在台湾 还有马马 还有女人都在这里 然后 在开车这部分 要特别处理一下行车 自己的安全检查 然后希望不要转 而且不要夜间驾驶 因为澳洲的国际 都不会出转严状 我们把大夫 大夫 对 然后 然后顾便夹个车鞋 当地开车鞋 当地开车鞋 你要夹个车鞋 把汉汽车 进去洗几的银套 一定要买 一批女出发车鞋 就温柳 呃 接下来 关于打工 这是我在澳洲的农场 农场抬头的星空 非常非常很漂亮 这样子 在那边抬头可以车 什么叫做银克 什么叫做西 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在澳洲 才不少 八分少 可能这样 就会去澳洲农场 回游车 但是我会把你在澳洲的压子 我在澳洲收10公斤 回台湾在农场抬头前 我突然回到他前 农场抬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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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增加了15公斤 这样子 那 如果你有 我在PickerPicker都做过 还有 如果有些特殊机能 就是你们开的高车 你在澳洲 要去考他的牌牌 考他的牌牌 实验可以去澳洲 多一些相关抬头的出发 你也对这些可能的 然后我曾经 当过是有 是跟王老板一起去买法 打工工价有很多 没办法 你各位可以提起企业 但是我必要在一起 比较无关大工的安全 安全这个部分 我有一些都问 一定要做合法的工作 合法只是有报税工作 因为在有报税工作 他们才有 才有 工作的安全保险 就是从台湾的老法 这非常重要 希望不要去做一些工 他可以报税工作 他没有工作安全保险 工作是 受到自己 一天只要一千块 注意一千块要购买 他有个客户拿着 一万四千块来购买 如果你囤断 可能最后十几天要二十十万 所以这个黑风文件 各位尽量不要去做 下面办法 只有限制可 然后相关的申诉单位 刚才说 Failwork ATO 澳洲国税局 这些申诉 但各位北居申诉 但是你不能担心 你什么不好 你讲的东西他可以不懂 一定要上下申诉定法 澳洲各种口径专线 第三与四五 他可以帮你做专丰 通话的东西 不能翻证 翻证点各种机关 翻证点警察机关 翻证点 所以你们如果有问题 在澳洲 可以对专专的申诉 如果有 有问题 然后我们同一专专的 各位 那 那 关于出发的保险 其实我们在澳洲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工作受伤 一万还有通话 其实这三块 那我们会增加价钱 价钱的话 主要是在澳洲入约 是一千一千块 等领域 两万四千块代理 加工资本就是四千块澳洲 大概是十万万百百 这个澳洲会特别注意 然后我们这一款保险 在澳洲上面的保险 去不介绍 一万四百万一千 他还得到工作这一块 要注意 像澳洲上面的保险 会对工作受伤 他可能会有些是不理赔的 这当然特别容易 台湾的全民建保这三项 全民都可以理赔 但是尤其被卡到 严重的困住 因为住院一天上线 只有零期间就难怪 哪里 那如果是 要住院一天要的话 是 所以全民建保的 它不是不好 它是设计点在台湾的保险 出国的话 它就是有一程度是有限的 一万钱 如果我们只把一万四十度下 部分的工作项目是不理赔的 加工资金的项目 然后再加工资金 加工资金 生命的部分不理赔 这边上特别的注意就是说 据想看我们去澳洲 如果你们都把我意外写 再想看从小到大 你是被车洞的机会有多 还是生命去看医生的机会有多 所以 意外写这无种问题 只要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比赔金额非常高 你要比赔金额非常高 但是 图发疾病真的快 但是边方这比较容易会很大的 所以这边一定要注意特别的注意 那如果说老板会有问题 它在工作上是不理赔 这是有真正的 那那意外跟图发疾病是可以不理赔 不过 不是把系的问题 目前才有大概三到十加工资 是可以采放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那但是他基本上 工作是有这样的应用 但是在图发疾病 这是没有赔的 所以基本上目前 你把他发现 跟图发疾病 没有来到图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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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现在有工作 旅游跟读书 在工作跟图发疾病 这部分是有很大的语持 所以各位一定要盛选 这部分的保险 那可能今天 基本上可以赔 就是基本上可以赔 基本上可以赔到保险业 去设计 这个保险产 而且注意一下 保险业赔 额度一定要够 住院里面也非常贵 两方的实战值 如果你有遇到那个函 那以外是注意一点 赔三千块 也七千块 那这都很够 真的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今天都会 在出发之前 应该应该报道 说同志确认 打不给你每个利益 跟一个利益 跟一个利益 这是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有关于百万年薪 各位准备就到百万年薪 注意一下 百万年薪 如果是三万三十八号 每一天转 每个礼拜大概都可以 百万十八号 基本上是有客人的 可是在2013年以前 他跟16年后 数据是不一样 然后特别注意一下 2013年以前的税值是一、三十一 我们是税务距离想五万八千 还不凡的零税 超过不准够19% 所以你如果 在澳洲中 一年三万三 如果我们花了很快 几点五的话 你可能不用缴税 过去三十一的话 大概算一百万台币 再以前 这是有可能的 注意 再以前 那你的未来呢 澳洲这个投稿 06年开始定义 非税务距离 他的 我们背包20分子 非税务距离 就是说我们完全用零税 而且他破的税务率是32% 32% 那当然有能够 sé決然 如果你有 一年三十三万奥户 313千八奥户 客戶在市当八十 打七成 你只剩下28,25的 其他的都被计划中了 第二二次是你的下坡 還有一個 會引擎的算是 現在是20次 所以再打個八次 所以你的三萬三打氣扯 打八次的時候 你能大概是三萬百倍左右 所以百萬元金融 早進行改變了 我有建議各位 如果你們看新聞 不是舊的新聞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澳洲港的陸家先生應該對於他的 在經濟獨立下去體驗人生 居稱黃建文 百萬元金融 麻煩各位忘記他了 好 這是2016年以後 然後我們今天在財富的觀念 不是說要吸水就很少 基本上他算不算暖和吸水還是 臺灣高的工作 所以你們有合法的工作 基本上收入資金融是不成問題的 是不成問題的 另外有關這個很恐怖 有這個稅資的問題 這主要是在5月8號的到達 他在定一層 澳洲港的港幣不在外包更 但以後是非稅務局 就跟他講的一歲的零天 然後那一歲的零天 稅率是32.8 所以2016年7月要開始 就是說 你如果從2016年7月以後才入境澳洲 全部都適用這個稅率 各位在市場 這些都會有到 然後呢 如果不是合法工作的話 澳洲內地新資目前是個有點麻痺 如果是用這個稅率下場 就是說 你有不暫時的媽祖母機 當場便是一個人在媽 大家也是要叫什麼 澳洲政治 所以你的工作 新資會變得非常非常少 如果你是合法工作呢 黑洞 以黑洞一方法 其實大概10到10萬 變暴行的工作 那麼導致說 部分的中心這個角度 導致說 合法工作 合法工作 會有低於 部分會低於 黑洞 逃稅的工作 那如果你是被包含 你們禮拜五星辰都被黑洞上 你會做什麼事 很多人都會跑去做黑洞 黑洞的話導致 非法部署獲獲利 政府也可能也是特到稅的 而且會造成工章 來過去世界的大使者家 是一種被包含 跟政府雙數的一個 一個 那雖然說錢都沒有 但是我還是建議各位 去做合法工作 為什麼 因為最重要是合法工作 才有一個卡 工作安全保障的這一塊 所以各位一定要再給注意一下 啊 簡單言之就是 你們沒有辦法聯繫了 啊 希望你們的水澳都可以 過得平安 過得快 記得台灣人要 像幫助成績 幫助婦女人 記得等一下示範才會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 沒有影響 謝謝各位的採集 好 謝謝非常詳細的解說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到 日本貴人家打工的 詩欣妮詩小姐 請大家為了掌聲歡迎 嗯 大家好 剛才講得太精彩 害我瞬間想忘了 嗯 因為其實大概那個 小蝌蚪先生聽說 他說他是專家 就是不知道 你大概大概有聽說 他一年有那種 一場三切 這樣子 唉 害我聽得非常害人 這樣 我只有在一般三十人的 大學的班級 沒有想過 打工度假的經驗 OK 呃 我是來自福人大學 我的名字 這樣是行李 那我是二零 二零一零年七月到二零一年 五月代 日本打工度假 那我打工度假的地方 是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不是在 他不是大家所知道的 什麼東京大白 一些比較多事實的地方 我是在一個 溫泉省里 他叫鬼路超販圈 OK 先解戒一下這個日本打工度假 還有今天交流協會沒有來 否則我這剛剛就不用想了這樣子 就是 日本打工度假是從2009年開放的 然後他要是一次申請 是他的簽證一年是 簽證的期間是一年 那今年2015年 他的開放的這個簽書是五千件 而且是免簽證費 我那時候是兩千 就是兩千名 然後是半年 因為我是分成兩 一年分成兩次的壽齡 那現在已經增到五千件 而且我還給我五千件 非得是排放 本來簽證費 要五千一百塊錢 好 然後他的年紀 其實都在我小孩 就18歲到30歲以下 那想起一間 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暫時就不多說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簡單 我的打工度假分享 我在一個地方 剛才跟你們一樣 跟你們講 或是在這個 聽說是念立幕縣 就是日本的一個coach detail 他是鬼路川溫泉 那這一個是日本的 這裡是大家熟悉的 冰幕縣在這裡 坐電車的話 大概要三個小時 到冰幕縣 然後 冰幕縣的 這是冰幕縣的放大 我的溫度移工在鬼路川 這個地方 然後我工作的飯店 我是在溫泉飯店工作 我的飯店的長相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我沒有準備我自己 精彩的圖片 等一下來幫我去 好 我為什麼我在飯店工作 是經過日本的仲介公司 然後來到這個飯店來工作 這個仲介公司呢 他不是黑工 他是非常正派的公司 所以呢 我在還沒工作之前 我就要先簽一張勞動契約 那我是以一個打工度假實習生的一個身分 進到飯店工作 所以我的契約也寫得非常清楚 是我每天 我每天在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的勞動時間 還有我的一些 我會有的福利 還有我干顧的責任 然後非常清楚 還有我的簽名 兩天都要簽你 然後還有我 最重要的是等一下我要講的 他會給我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保障 那旁邊的三股呢 是 當你到了一個職場去 你一定不知道說這工作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公司 他在你進到三天之前 會要在三天兩夜的職前訓練 然後呢 告訴你日本的服務業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服務業是非常的棒 對不對 大家都會告訴你日本的服務業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嘗試 然後一定基本的文化 還有就是日本特殊的一些 他自己本身有個人 人情關係的文化 你要怎麼打招呼啊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職前訓練 然後呢 等到你的契約結束之後 他會請你這個辦店的主管 幫你打分數 所以這個是我的成績單 他會有各個層面 譬如說你的 你能不能 你的日文講的怎麼樣 所以你進來這個辦店之後 你這個時間 你能夠加強你自己的日文的學習 還有 你跟你的工作的能力怎麼樣 還有你跟同事們相處怎麼樣 還有 你在日本的生活 是怎麼樣的生活 其實 不管你都會看到這些 然後之後還會給你一張證明 證明說 你的確是我在我這個地方做一個 打工度這樣的實習 好 不好意思 我沒有那麼歡樂 因為下一張被這麼慘的 所以各位 三一的時候我在日本 然後 我們回到前一張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的 在一個地方的上面 叫浮島 浮島我最近大家看新聞 應該還蠻熟悉的這個字眼 因為 三一進程的時候 因為那邊其實受到非常大的 一個災害 加上後來我們也常常的爆炸 那所以 我在的地方就是隔壁 所以我那一天的 你看第一個 三一大地震就有幾次 是當天 他的震度是五級 非常的強 前一陣子 如果有從台北來的朋友 前一陣子 台北北流的比較大的地震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有點嚇到 那你想想看 他是五級 真的非常強 然後接下來 因為浮島不斷 不斷不斷的在浮島 然後後來 那浮島會有的狀況 就是不得有二次大海 你現在可能 這反而沒事 只是因為浮島 所以房子可能就會一些破 一些損壞 就在那個時間點就會出現 然後呢 開始進入斷水 斷電 交通中斷 那還有 因為我的鄰線是浮島線 所以我本來是溫泉地 馬上變成避難 溫泉飯店 變成避難中心 所有的 住在那邊的旅客 他也出不去 因為交通全部中斷 然後還有 接下來我們直上 切手打批的這個災領 來這邊做避難 然後呢 我們又受到核災的這個 這個 傷害 所以我那時候 沒有辦法喝自來水 我們只能喝礦泉水 甚至沒有辦法 shower的領域 因為聽說水 都有受到部分的影響 那 311 第一就讓我 有一個很深刻的形式 因為人都是這樣子 人都是 欸 怎麼講 就是 遇到的狀況 才會想到 所以我的反省是 我有哪些保險 我有哪些保險 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大家都覺得說 哎呀 幹嘛去個打托托下來 花錢錢幹嘛 反正我就吃好一點 穿軟一點 然後照顧我的自己身體 然後 帶個感冒腰去啊 或是帶個什麼 我自己長背道去就好 哎呀 反正出去 開車利用佐駕 好 那我就慢慢開小便 就不會有事情嗎 可是 大家會想到 不要311嗎 其實我也會想到 我要311這件事情 那我就很煩心 我身上有哪些保險 第一個 國瑜健保 剛才的港版有講 我們一定要有健保 因為健保 還是有一個部分的保障 還有 台灣的餘育鹹 這是我們在申請簽證的時候 沒有一定要餘育鹹 可是希望就是說 你能保 在你去一個國家打工桌假的 這段期間 是有保險的一個 當時有一些 叫安全的一些準備 對不對 那也是我自己 他本身我就有在 台灣自己做保險 醫療險還有一些意外險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加入日本的健保 其實大家會聽說 日本開醫生還蠻貴的 當然是沒有 跟公平的影響其實還好 那他健保的話 其實每個月是1000塊日幣 其實算起來兩三百塊台幣 不會這麼貴 那他是 醫療的話是製造成 所以我一看就感到是3000塊日幣 可是我一看就感到是3000塊日幣 可是我一看就感到是3000塊日幣 其實沒有這麼貴 我當初看的都是3000塊日幣 就大概台幣七八百塊 那你們想不想 我加入健保是七八百塊 沒有加入健保比較自幣一萬塊 泰智醫生加給你兩三千塊 其實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還有一次 剛才為什麼說我的 這個公司有一個很好的保障 是因為我是屬於實習生 所以他幫我保了 又幫我保了日本的旅遊平安鞋 所以等於是 我有一個雙重的保障 因為台灣的旅遊平安鞋 它有一個缺點是 我們回國之後才可以辦理幾部 我不知道現在有可能變成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那 因為我有一個日本的旅遊平安鞋 所以我是在日本 我看醫生 我就可以直接 來做一個零排 而且我甚至是 我去 我都需要付錢了 因為那個醫院是有 跟保險公司有簽約 那這樣的話對我來講 就比較好保障 然後當然還有 合勞保 就是我有工作的話就合勞保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 任務費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很強 就是說我真的是遇到311 才知道說這個保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我的結語 打工多加持 寫下給人生精彩的一頁 這是你的目的 可是 平安回到家的法 倒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各位 為什麼我沒有分享過什麼 我去打工多加多麼精彩 那些美麗的照片 原因是因為 每個人的精彩的一頁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 我覺得你們都會寫下給自己很精彩的一頁 可是平安回到家人身邊 這件事情 都是大家一樣的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樣的分享 然後可以給大家一點小小的幫助 如果大家日後還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大家Google能力都很強 所以可以透過Google 或是說我們現在的政府官 政府單位對這件事情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資訊 希望大家 都可以寫下給自己的資訊 也謝謝大家 好 謝謝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到 艾蘭畢的打工的王中華黃先生 大家可以找受歡迎 欸 大家好 好 我是在艾蘭畢的一個小朋友 對 叫我一千萬人陪著 因為我八百千萬 然後我們在去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準備Visa 然後Visa在準備的有 要去他官方去載的一些文件 然後要點寫 之後 然後他還會要出境的才能 才能證明 單程機票的話 你必須要出境你的平衡 可能沒有四千歐元 如果你買來回的話 只剩餘兩千五就可以了 看你們這家買單才來回 我是買單程啊 因為他說如果買來回的話 可能你會有什麼變數 那會很麻煩 所以我聽了人家借用買單程 還有 要印護照的全部 還有一張照片 還有兩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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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簡單再過 然後 我那時候登記後 是二十點就 前陣下 然後 你會在裡面有檢查到 當他的規定在半天要入鏡 他會跟你講 我去哪裡 就可以了 然後半天入鏡就可以了 好 那是這時候我準備的東西 他很清楚嗎 他很清楚嗎 我沒有準備進去玩的 不是一 但是很多沒必要 如果你真的去愛人的話 像我有準備短褲 我有準備掉它 但是 我沒有穿得到 對 所以 但是我壞了去西班牙館的話 有用到 結果 準備這些 不是去愛人用的 這是 這是我隨著飛的東西 可以 聽你耳機 ok 然後我在 這個網站上 是在我們 愛人打路加 本來在Facebook上 有一個 社團 然後上面都會講 其實 有在研究的人應該都會知道 這個網站應該還蠻多人用的 至少在我們 那邊還蠻多人用的 就是你出去玩 訂機票 訂飯店的話 這個網站 我們會這樣 一定是比較便宜的 方式 然後我買的是 我那時候買單程 買了 22822.41 心態比 這是單程 然後 這些是你如果去 一開始去 去 去歐多啊 去哪裡都可以啊 這些都可以做 就是Booking Garden 或是 Hotel Garden 或是 這是在便宜 也要用不下的感覺 這也是那個 Postle 就是民宿 你可能要跟人家一起住 或是 就是特別沒那麼好 然後最便宜的就是 Couching Sturbing 你懂嗎 你懂嗎 你懂的話中文叫做插發課 但是 不僅是去人家睡插發啦 就是人家敢跟你睡床 如果跟人家比較有錢的話 所以 我還沒住過 我有神經在外面過 好 然後 這是艾爾蘭的插座 就是 出去前 我先 欸 你準備一個 不然準備萬用的就好 我是準備萬用的啦 因為萬用就夠了 然後 這是在每個機場可以 在歐洲很常看到的 其實每個機場都會有這個 可以換稅的地方 換稅 一個歸台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可以多花幾塊錢 就有回到旺 然後它可以 為你保留當天的匯率 你可以在幾天後 如果你那個 換的錢沒有花完的話 你可以在 你換的錢的匯率等同 換回來 空間的匯率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錯 那 這也是重點 然後 這是開始在艾爾蘭的重點 好 這個是 在艾爾蘭用 這是在艾爾蘭 什麼都可以用的樣卡 在艾爾蘭的交通工具有 巴士 輕軌 就是現在高雄該的輕軌 我覺得它就是炒艾爾蘭 它就很別的啦 然後 還有火車 這張卡都可以用 然後 如果你是用 這是一般的 它還有學生卡 學生卡比較優惠 其實澳洲對學生的福利 我覺得很好 你知道學生其實去 很多電話的東西 都有打折 真的很重要 我跟我很多朋友都講過 還有一些 技術器 沒關係 這張卡很重要 如果 野蘭想救我什麼話 野蘭的話 野蘭想看二人 這個只能在艾爾蘭用 不好意思 你要去艾爾蘭蘭這個 好 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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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把你放屁來 找我的話 我沒有隱藏 然後 這次在那邊 你如果要打工的話 你要做 白工 跟他們前面幾位 先生講的 白工的話 艾爾蘭的規定 就是你要去辦第二個卡 你要有這個卡 就是你會在他們的 國稅提拔 登機 你 是 他們可以在那邊做 靠岁的 打工 的一張卡 因為我覺得我長得有點太上向 所以我就 小小的 塗了一隻貼 這個也很 然後 嗯 這個是他們的去留證 你們如果要在那邊 有效 去留的話 啊 三個月吧 好像三個月以上 你就必須要去辦這個卡 需要外面開 我這張卡 排了很久 喔 我在那邊排了8個小時 才能知道 當天就美麗 然後又花300歐 那麼多啊 一滴 除非你 合理想回家 合理想回家 那你不用辦 對 然後他在那裡自己下面 我有寫 他有 有那個數字 你看到嗎 我有寫 那個有 那個有1到6 1就是我們這種 然後物價的 然後2是學生圈 他有分等級 然後最高是6 又就是 永久選有選 先 我可以拿到 也有一點 好 好 然後這個是我的之前 我在那邊 我做過三份工作 這是我做的第一份工作 中餐館 嗯 老闆是中國人 很痛苦的一件事 你知道有人有種經驗 但你們去過就知道了 OK 這是我做的第二份 這個比較好啊 這是我比較 心中的工作 因為我在想做買工 有報稅 我想要跟客人聊 因為我想要練習英文 看文化 看外部人 很有氣 我居然成功了 找到一份買工 但是 他也要少人介紹給我的 所以我還很開心 我還蠻幸運的啦 我還做第三份 這是咖啡店 你看 做一下咖啡 就是 給餐餐這樣 OK 然後這是所有 歐洲 歐印餅的小肚子 一千 兩千 一千 十千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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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個是 艾爾蘭一家 蠻有名的 甜點店 我忘記是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非常有名 在首都裡面 在都國裡面可以吃到 我也吃過 是真的還蠻好吃的 也都太貴 我吧 然後這個也是 大家推薦一定要吃的 給你工廠 但是很貴 我也有去 如果你們有去艾爾蘭 我也要去 他們都要喝酒 而且都要喝給你食 他們只有沒喝給你 算不夠茶 艾爾蘭有名的 酒一定是給你食 好 這是 也是他用艾爾蘭的一個地方 叫做 墨盒 的斷言 我的手機 可能拍得不太好看 你們自己 再去拍一拍會比較好 OK 你們看到嗎 這樣感清楚嗎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我很想一張 這是不同天拍的 也是不同真錄 但是他們雖然做了一樣事情 對我 我不是很愛惹到他們 就是這樣 OK 然後在歐元裡面 500 是最大的 但是市面上 你是拿不到的 但是我硬了硬了 就換了一張 因為我要拍照 這個在銀行裡面才換得到 你可以提算一張 500 我去的時候 142.5 你們看500 等多少 是嗎 嗯 現在 現在 不要再講 這是我的一些總結 防水準備一定要配好 看到嗎 因為我剛剛講 會講很久 嗯 我看到嗎 還是有 沒關係 等一下會有各位 沒有問題 然後 因為我時間到了 拜拜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到 我們邱浩董 邱小姐 請大家一杯掌聲 謝謝 我幫我測試一下 大家看到這四張圖 有沒有一點感覺 甜農的意思 我以為你們剛才中午有吃飽了 還還很餓 是不是 很餓 其實就是比利時的名產 太快了 巧克力中平和鼠和啤酒 也就是說如果是要外國拿出來的話 我們會見到他什麼 我要跟超高福在路來查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在比利時打工度假 幾乎每一天都至少都碰到一樣 那我去比利時 比利時打工度假開放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 那我記得他的時候就有一篇新聞表情說 比利時打工度假開放了 那各位青年朋友可以去巧克力店賣巧克力 可以去比利時去工作 甚至去薯條店炸熟 那真的有這麼夢幻嗎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OK 我的名字叫做邱浩爾 我朋友都叫我月亮 那本身跟大概一樣 是中文 英文比他更好一點 那我在出發前 就是在台灣有學一點法文 跟西班牙文 那我的妹子是在一年呢 台灣那時候還沒有順行打工換宿 我已經在台灣大概前年後後 採用三個月打工的經驗 那13年一開放比利時打工度假 我馬上去申請 所以我本身喜歡畫畫和他寫字 所以我有幫我的一些經驗 分享在我的部落格 還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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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的 然後在比利時打工度假的時候 我去了15個國家旅行 那在旅行當中我發現 我自己還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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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這是我的興趣 下面是我的五幅 那接下來介紹到比利時 我就大概講一下比利時的行業畫分 主要是以藍座區專訪 我們看到北部橘色的部份就是合影區 南部是發海區 東部是很小的合影區 那這個小小的紅色的斜線是 他們的手都不塞了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在合影區打工的青年朋友 你們走在街上看到那個標誌牌 或是那裡面的學校都會以合影為主 合影對我們來說根本就是火星紋 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大型的解釋我就是不在合影區 那因為我本身不是立體系的背景 所以我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比利只是歐洲 就是最近去台灣面積的一個國家 它的面積也是3萬多平方公斤這樣 好我這意義上不夠差的 好馬上進入正題 就是比利是打工部價 打工部價的部份 每次我會跟打工部價錢 然後打工度價中的一些內容 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個就是打工度價錢 我們要準備哪些文件 那這些文件大家可以在 比利是在台灣住台方四處去找不到 那它上面都有仔細的寫出條款 那我當然去後面的外交部那邊有 單子上面有寫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多做琢磨 那保險的申請 相信今天有很多就是更 更專業的人是在現場 所以我們就是淘汰用的時間 很廣貴 那其實你怎麼帶呢 因為這個部分 因為我自己有進一份資產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問 我把他們問的問題都拿出來 相信在座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要去一年 你一定要畫夏天跟冬天 所以夏天 就因為他們的冬天會比較偏 他們雲氣很長 所以說 你可能要準備像GOTEX的衣服 那這台灣是不是很貴 所以我會提大家 就是先準備一些保暖的衣服 那你的心理不用這麼厚重 因為其實你錢帶來是夠多 你一直都買得到 所以呢 他們在1和7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很大特價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在那個熟陪去購買一種 他們當地可以比較 他們的季節 他們的季節 他們機後的外套 會就OK了 那要蓋多少錢 根據我們第一件的說法 就是越多越好 OK齁 這開玩笑 馬上跟大家說 說明550 那我自己當時 我的規定是時候來算 所以乘下來 是22000 新台幣 也就是說22K 也是是很熟悉 跟我一年的 政策 也有點像 22K 也就是說一個月的生活費 我是抓最低的住宿型 還有我們的交叉食物 除了最低的 最低的那個金額去賺 所以一個月的生活費 大概是550歐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再 嗯 就是給自己的期限 因為三個月沒有找到工作 那你只要可賺多少 兩萬二乘以三 六萬六 六六才可以三個月的打算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 好像時間快沒有了 趕快賽跑 嗯那個 在打公眾架的時候 分四個層面 來跟大家說 十一住行 食物的部分 會希望 如果你想要省 也因為相信青年朋友 跟我一樣就是 經濟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 可以趕快去超市 買材料來自己煮 那就會非常的省錢 那在衣著的中間 剛才已經講過了 所以他們的夏季的溫度 平均是25度C 那冬天的話 它是25度C 它是25度C 所以是會下雪的 凝食 那他們是多雨的天氣 一年365天 有200天 會 平均啊 有200天在下雨 那住宿的部分 在這邊的點 親旅和租屋和戶主 嗯 像我有個例子 就我有個朋友 他在台灣就找租屋的 然後他就上去跟那個 跟那個戶主的姿勢 戶主跟他說 欸你要先附進來 不然當地的人要搶走了 所以他說 好好 趕快住 結果是500萬 就直接會過去 就到當地根本就找不到人 所以 會希望大家如果說 你 找不到 還沒有人要住哪裡的時候 你可以先 飛到那邊的青年旅館 先去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慢慢找房子 不要急 要自己去看才比較親密 這樣 那有些人 像我是做保護 所以我是 直接住戶主的家 他包吃包補 所以我住的部分 就是直接解決 那我知道有些人 在中國餐廳 中國的那個戶主 他們也有提供食 跟素養 這樣子 那交通的部分 嗯 在看到 比利史他 嗯 我直接講火車好 他的火車好 他是歐洲最便宜的 一個系統 他就是有一個套票 有時隔 所以如果你買那張套票的話 你可以 不管什麼距離 從比利史的境內 就用那張票去 他有時隔 所以有十次的機會 可以從最遠到 從最近 從你的A的B 到最遠的地方 是很少算的 所以 我們在比利史的 打工的時候 都有到 所有的小證去玩 那 打工的部分呢 我會強調說 一定要有居留證 因為居留證 那不只是 你打工的 最基本的前提 那他也可以拿在居留證 去申請當地的課程 像法文 或像合文 課程 一定要有居留證 那你要去 也一定要有居留證 那在居留證 如果我要強調 因為當地 我是第一屆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資訊 證明是很了解 所以 像 有遇到的 就是他國籍的問題 他都寫成China 對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 其實他原來的選項是台灣 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 那個 內閣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China 其實他沒有跟 米利時簽訂 罰工 通証的條約 那 如果像我 是透過網站 在台灣 就已經很補足 用skype 跟他們面試 那有些人 他們就直接拿履歷去 掃街 去發 發傳 來發履歷到那個 店家 那其實 在米利時 如果你沒有 會他們基本的 呃 他們是和文 跟德文 跟法文 跟大家介紹 你去找工作 其實會一直碰壁 因為他們第一句話 就會說 Tubank and do say 就是 英文 那你不會 就直接打牆 那時候他不行了 你這邊就一定要做法文 所以對他們來說 英文只是 我們的台語 就是一個 加分的 一個小工具 不是這麼的必須 所以 我很希望大家 去之前 能夠先學一點圓 那 工作好 好 就是 那最後 建議大家說 因為 比利時的地理會 非常優越 它上面就是 荷蘭 上面是外國 右邊就是 德國 過改還就是 希望大家 在打工的 前提之下 有機會 一定要先去走走 下午就走了 十五個 非常非常難忘和值得 那 希望 就是 就是 像前面的前輩講的 就是 到比利時打工副駕的 學兵們 就是 能夠有 學校自己的精采的遺憶 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接下來 我們要邀請 到加拿大的 高確立小姐 給大家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好 我相信 到現在應該累了吧 因為 我會講 保險啊 其他 有沒有比較正式的東西 然後 我接下來 會講一些 比較 重要的東西 就是 無關就是 保險 保險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 我自己 之前是先到澳洲 老公公家 然後 這期間 我自己是很幸運 沒有發生一些 奇怪的事情 然後 可是因為 我有經歷過我朋友 翻車 然後 撞到動物 散動物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們的保險 拜託一定要保護才出門 然後呢 嗯 再來就是 這是我前一次的老公公家 是到加拿大 所以我接下來講一些 加拿大的 加拿大 加拿大 然後澳洲的 比較 細節的事情 其實你們可以 問一下 曹梅先生 她 她應該是比較專業 而且她一直都有在 搭配一些 的資訊 所以她應該會 比較詳細 像那個 稅金的部分 我也是聽她講 今天才知道 原來 明年開始要 所以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你們要去的國家 跟 想去的地方 當然 行險的準備 不外乎就是保險 真的有保才有險 所以 不要小看保險 像我自己是 肩膀沒有底 然後我要 額外加了一些 旅瓶險 然後 還有 意外險 還有所謂的醫療險 我自己本身有獸險 然後 我沒有說 加拿大當地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 他們當地的 那個 保險 所謂的 就像我們健保一樣 它好像是 你在家要待超過 辦理的商 就可以去升級 至於費用的話 你們可能要去看 這個成分 它到底是怎麼樣 的 效果的費用 再來 還有很重要的是 我們到國外去 其實都會接觸到 一些 國外的人 你不知道他到底從 進步國家來 或是從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先進的國家 我們會跟他們一起相處 一起 生活 因為尤其是在澳洲農場的話 你會遇到很多像 馬來西亞人 是非常非常高力的人 所以 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 避開疫苗 一定要去檢驗 一定要去打 像我之前很早以前 有打過 可是我後來發現 它失效了 它並不是永久有效 所以你們去之前 先去檢驗一下 自己有沒有 鼻肝的 疫苗 就是 有沒有抗體 或抗原 所以 就是去打一下 疫苗 再來 備用藥 備用藥 這個的話 你們可以先去醫院 找你的家庭醫師 他會進你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大概去的時間要多久 但是那個藥也不能太久 你可以大概準備一下 一些一些 你平常感冒 或是小可受可以用 再來 到家庭打工 最重要就是SIN-CALL 它那個SIN-CALL 就是 Social insurance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公卡 之前 我相信有 這個如果你去Google的話 它的資訊非常的多 至於要怎麼申辦的話 你到家庭 有一個叫做Service Canada 它下面有一個 單位是都能辦這個 然後辦這個的時間 你從申請到拿到賣一張卡 大概要一個月 最少最少要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 當你已經 確定你在同一個地方居住 大概要超過一個月 或是你要的人 可以收 幫你收那一張卡 你要這張卡 才能去工作 才能得到所謂的文法的工作 這個很重要 這樣你 雇主合法的話 他一定要你的SIN-NUMBER 再來 我們是拿所謂合法的簽證 我們一定要合法的工作 因為我自己 其實我到澳洲聽證的工作是黑工 然後 其實待遇不好 然後你沒有所謂的安全保障 再來之後 我就下定決心 我一定是要找到合法工作 所以接下來的工作 我沒有打過黑工 一定都是拿政府的 就是拿政府的法的薪水 然後你要很多保障 就像我們前輩講的 他有太多太多的保障 還有你 你沒有辦法想像一下 你還會出什麼事情 再來 啊 對我還要講 就是你合法的工作 第一個要簽約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詳細的契約 他裡面會有工作時數 工作內容 還有加班 超過的時數的費用 這個一定都要顯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在加拿大有吃過虧 我之前在洛西商賣打工的時候 因為他相信人性 我在煮房子的時候 就是他有缺少一個東西 他就跟我說之後再說沒關係 所以我在我店上簽了你 但之後他跟我說 我拿的東西 我需要付那個費用 所以後來我真的沒有拿到那個東西之後 我去跟他 有了很多很多的次數 就時間用到很長 所以這個你們自己的權益一定要小心 他最重要 最後就是安全性 你一定要先去看一下 他們會有所謂的介紹 如果比較詳細的公司 他會介紹一些安全性 工作的安全啊 工作的勞工的權益 他會給你拍影片 他們所謂的像我們一樣的教育訓練 他會跟你說 再來呢就是住宿 住宿也是一樣 一定會有契約 所以你出房子的時候 一般都會有壓勁 還有如果我們是像那種 Homestate 他就會跟你說 你可以使用的空間 放你在哪裡 這個都要搞清楚 不然其實有時候 會對屋主跟你自己都造成很大的困擾 一樣就是你的權益要清楚 然後安全性一定要夠 再來最重要就是 小童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在台灣有一些 小童規則是所謂的參考用 所以你們有一些 在台灣不太好的習慣 一定要改掉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很手法 買到1990後的手法 不能說一定有例外 可是手法很重要 再來租車 租車也是很重要 像你如果出去旅行 像我很習慣就是工作完之後 才會長程旅行 我一旅行大概就是 一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租車對我來講很重要 然後租車的契約 一定要看清楚在前面 還有事前一定要先 把車子有哪些損傷 全部check一次 不要不要到最後才 才在就是想說 哪邊他們會有一些 受傷的點要再去注意 再來最後就是 當然出去一定要安全 安全是最重要 所以你們出去之前 喔對我最後還要講一個 就是費用我問你 常常會有人問我 費用怎麼拿捏 我自己的預算當時 我一個月會抓一千塊左右 就是在阿多元一樣 在加拿大差不多一週 一個月大概就是抓一千塊 當地的貨幣為基礎 但是這個是要在很少的前提這樣子 再來就是我的一樣結束了 謝謝各位 有問題的話可以開會 好我們是不是再次掌聲謝謝 以上我會新年帶來的精采 謝謝 然後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好像要進行綜合座談 那待會我問 問題的話都可以在會議上面提出來一些 有問題 有問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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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